欢迎收听有声剧《红楼梦》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卑躬 贫轻绝利 却说凤姐正自起来纳闷 忽听见小丫头这话又吓了一跳 连忙问道 什么关事 小丫头道 也不知道 刚才二门上小厮回进来 回老爷有要紧的关事 所以太太叫我请二爷来了 凤姐听事公布里的事 才把心略略地放下 因说道 你回去回太太 就说二爷昨日晚上出城有事 没有回来 打发人先回真大爷去吧 那丫头答应着去了 一时贾政过来见了部里的人 问明了 进来见了王夫人 回道 部中来报 昨日总和奏到 河南一带绝了河口 淹没了吉辅周县 又要开销国堂 修理成功 公布司官又有一番照料 所以布里特来报之老爷的 说完退出 及贾政回家来回明 从此直到东间 贾政天天有事 藏在衙门里 宝玉的功课 也渐渐松了 只是怕贾政察觉出来 不敢不藏在学房里去念书 连带玉处也不敢常去 那时已到十月中旬 宝玉起来要往学房中去 这日天气陡寒 只见席人早已打点出一包衣服 向宝玉道 今日天气很冷 早晚宁食暖些 说着把衣服拿出来 给宝玉挑了一件 又包了一件 叫小丫头拿出 交给明言 嘱咐道 天气凉 二爷要换食 好身预备着 明言答应了 抱着毡包 跟着宝玉自去 宝玉到了学房中 做了自己的功课 呼听的窗纸 呼啦啦一派风声 带卢道 天气又发冷 把风门推开一看 只见西北上 一层层的黑云 渐渐往东南扑上来 明言走进来 回宝玉道 二爷 天气冷了 再添些衣服吧 宝玉点点头 只见明言拿进一件衣服来 宝玉不看则已 看了时 神已吃了 那些小学生都扒着眼瞧 却原是情文所补的那件 雀金球 宝玉道 怎么拿这一件来 是谁给你的 明言道 是里头姑娘们包出来的 我身上不大冷 且不穿呢 包上吧 戴卢只当宝玉可惜这件衣服 却也心里喜得直到减省 明言道 二爷穿上吧 找了粮又是奴才的不是了 二爷只当疼奴才吧 宝玉无奈 只得穿上 呆呆地对着书坐着 戴卢也只当他看书 不慎理会 晚间放学时 宝玉便往戴卢脱病告假一天 戴卢本来上年纪的人 也不过伴着几个孩子姐妹 时常也八病九痛的 乐得去一个少操一日心 况且明知甲正事忙 甲母溺爱 便点点头 宝玉一静回来 见过甲母王夫人 也是这样说 自然没有不信的 略坐一坐 便回园中去了 见了习人等 也不似往日有说有笑的 便合一躺在炕上 习人道 晚饭预备下了 这会儿吃还是等一等 我不吃了 心里不舒服 你们吃去吧 那么着 你也该把这件衣服换下来了 那个东西 哪里经得住揉搓 不用换 倒也不但是娇嫩物 你瞧瞧那上头的针线 也不该这么糟蹋他呀 宝玉听了这话 正碰在他心坎上 叹了一口气道 唉 那么着 你就收起来给我包好了 我也总不穿他了 说着 站起来脱下 习人才过了街时 宝玉已经自己叠起 习人道 二爷怎么 今日这样情景起来了 宝玉也不答言 叠好了便问 包这个的包袱呢 摄月联盟递过来 让他自己包好 回头却和习人挤着眼笑 宝玉也不理会 自己坐着 无精打采 猛听架上钟响 自己低头看了看表 真已知道有出二客了 一时小丫头点上灯来 习人道 你不吃饭 喝一口粥吧 别净饿着 看仔细饿上虚火来 那又是我们的累赘了 宝玉摇摇头说 不大饿 强吃了倒不受用 既这么着 就索性早些歇着吧 于是习人摄月扑设好了 宝玉也就歇下 翻来覆去 只睡不着 将棘黎明 翻朦胧睡去 不一顿饭时 早又醒了 此时习人摄月也都起来 习人道 昨夜听着你 翻腾到五根多 我也不敢问你 后来我就睡着了 不知道到底 你睡着了没有 也睡了一睡 不知怎么就醒了 你没有什么不受用 没有 只是心上发烦 今日学房里去不去 我昨儿已经告了一天假了 今儿 我要想园里逛一天 散散心 只是怕冷 你叫他们收拾一间房子 备下一炉箱 割下纸墨笔宴 你们只管干你们的 我自己静坐半天才好 别叫他们来嚼我 摄月接着道 二爷要静静地用功夫 谁敢来嚼 习人道 这么着很好 也省得着了凉 自己坐坐 心神也不散 你既懒得吃饭 今日吃什么 早说好 传给厨房里去 还是随便吧 不必闹得大惊小怪的 倒是要几个果子 搁在那屋里 借点果子香 哪个屋里好 别的都不大干净 只有秦闻起先住的那一间 因一向无人还干净 就是清冷些 不妨 把火盆挪过去就是了 习人答应了 正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 端了一个茶盆 一个碗 以双牙柱 递给摄月道 这是刚才花姑娘要的 厨房里老婆子送了来了 摄月接了一看 却是一碗燕窝汤 便问习人道 这是姐姐要的吗 习人笑道 昨夜二爷没吃饭 又翻腾了一夜 想来今日早起 心里必是发空的 所以我告诉小丫头们 叫厨房里做了这个来的 习人一面叫小丫头放桌 摄月打发宝玉喝了 竖了口 只见秋文走来说道 那屋里已经收拾妥了 但等着一时探经过了 二爷再进去吧 宝玉点头 只是一腔心事 懒得说话 一时小丫头来请 说笔宴都安放妥当了 宝玉道 知道了 又一个小丫头回道 早饭得了 二爷在哪里吃 就拿了来吧 不必累赘了 小丫头答应了自去 一时端上饭来 宝玉笑了一笑 向习人摄月道 我心里闷得很 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 不如你们两个同我一块吃 或者吃的香甜 我也多吃些 摄月笑道 这是二爷的高兴 我们可不敢 习人道 其实也使得 我们一处喝酒 也不止今日 只是偶然替你剪帽 还使得 若认真这样 还有什么规矩体统呢 说着三人坐下 宝玉在上手 齐人摄月 两个打横陪着 吃了饭 小丫头端上数口茶 两个看着撤了下去 宝玉因端着茶 默默如有所思 又坐了一坐 便问道 那屋里收拾妥了吗 摄月道 头里就回过了 这回子又问 宝玉略坐了一坐 便过这间屋子来 亲自点了一炷香 摆上些国品 便叫人出去 关上了门 外面习人等 都静悄无声 宝玉拿了一幅 金角花的粉红尖出来 口中注了几句 便提起笔来写道 义红主人 焚覆情节支支 啄鸣清香 树脊来响 吉子云 随身伴 独自一筹谋 谁料风波平地起 顿教屈命 吉时休 熟雨化轻柔 东是水 无腹向西流 想象更无怀梦草 天衣还见 翠云求 默默 使人愁 血壁就在箱上点个火焚化了 静静等着 直带一炷箱点进了 才开门出来 习人道 怎么又出来了 想来又闷得慌了 宝玉笑了一笑 假说道 我原是心里烦 才找个地方静坐坐 这回子好了 还要外头走走去呢 说着一静出来 到了消香馆中 在院里问道 李妹妹在家里呢吗 子娟接应道 是谁 先连看时笑道 原来是宝二爷 姑娘在屋里呢 请二爷到屋里坐着 宝玉同着子娟走进来 黛玉却在里间呢 说道 子娟 请二爷屋里坐吧 宝玉走到里间门口 看见心血的一幅 紫墨色 泥巾云龙间的小队 上写着 绿窗明月在 青史古人空 宝玉看了 笑了一笑 走入门去 小温道 妹妹做什么呢 黛玉站起来迎了两步 笑着让道 请坐 我在这里写经 只剩得两行了 等写完了再说话 音叫血焰倒茶 宝玉道 你别动 只管写 说着 一面看见中间挂着一幅单条 上面画着一个嫦娥 带着一个侍者 又一个女仙 也有一个侍者 捧着一个长长的衣囊似的 二人身边略有些云户 别无点缀 全房李龙棉白描笔上有豆含图三字 用八分书写着 宝玉道 妹妹这幅豆含图可是新挂上的 黛玉道 可不是 昨日他们收拾屋子 我想起来 拿出来叫他们挂上的 是什么出处 眼前熟得狠的 还要混人 我一时想不起 妹妹告诉我吧 岂不闻 轻女素额俱奈冷 月中霜里斗蝉绝 是啊 这个实在兴起雅致 却好此时拿出来挂 说着又东瞧瞧 西走走 学宴沏了茶来 包玉吃着 又等了一回子 黛玉经才写完 站起来道 且慢了 妹妹还是这么客气 但见黛玉身上穿着 月白绣花小毛皮袄 加上银鼠砍肩 头上挽着随长云记 沾上一枝赤金扁赞 别无花朵 腰下系着 杨妃色绣花棉裙 真比如 亭亭玉树 您风立 冉冉相连 带卤开 宝玉音问道 妹妹这两日 弹琴来着没有 黛玉道 两日没弹了 因为写字 已经觉得熟了 哪里还去弹琴 不弹也罢了 我想琴虽是清高之品 却不是好东西 从没有弹琴里 弹出富贵受考来的 只有弹出忧思怨乱来的 再者 弹琴也得心里记谱 未免费心 依我说 妹妹身子又单弱 不操这心也罢了 黛玉抿着嘴笑 宝玉指着壁上道 这张琴可就是吗 怎么这么短 这张琴不是短 依我小时学府的时候 别的琴都够不着 因此特地做起来的 虽不是娇尾枯童 这赫山凤尾还配得齐整 龙池燕族高下还相宜 你看这段纹 不是牛毛似的吗 所以音韵也还轻悦 妹妹这几天来做诗没有 在结社以后没大作 你别瞒我 我听见你赢的什么 不可赦 素心如和天上月 你搁在琴里 觉得音响分外的响亮 有的没有 你怎么听见了 我那一天从了风轩来听见的 又恐怕打断你的清韵 所以静听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正要问你 前路是平韵 到末了胡转了自韵 是个什么意思 这是人心自然之音 做到哪里就到哪里 人没有一定的 原来如此 可惜我不知音 网听了一会儿子 古来知音人 能有几个 宝玉听了 又觉得出言貌似了 又怕含了黛玉的心 做了一做 心里像有许多话 却再无可讲的 黛玉音方才的话 也是冲口而出 此时回想 觉得太冷淡些 也就无话 宝玉一发打令黛玉设遗 所以善善地站起来说道 妹妹坐着吧 我还要到三妹妹那里 瞧下去呢 你若是见了三妹妹 替我问候一声吧 宝玉答应着便出来了 黛玉送至屋门口 自己回来闷闷地坐着 心里想到 宝玉近来说话 半吐半吞 忽冷忽热 也不知 她是什么意思 正想着 紫娟走来道 姑娘 金不写了 我把笔宴都收好了 不写了 收起去吧 说着 自己走到里间屋里 床上歪着 慢慢地细想 紫娟进来问道 姑娘喝碗茶吧 不喝呢 我略歪玩 你们自己去吧 紫娟答应着出来 只见 雪燕一个人在那里发呆 紫娟走到她跟前问道 你这回子也有了什么心事了吗 雪燕只顾发呆 倒被她吓了一跳 因说道 你别嚷 今日我听见了一句话 我告诉你听起不起 你可别言语 说着往屋里拥嘴 因自己先行 点着头叫紫娟捅她出来 到门外平台底下悄悄地道 姐姐你听见了吗 宝玉定了清了 紫娟听见吓了一跳 说道 这是哪里来的话 只怕不真吧 怎么不真 别人大概都知道 就只咱们没听见 你是哪里听来的 我听见代叔说的 是个什么知府家 家资也好 人才也好 紫娟正听时 只听得黛玉咳嗽了一声 似乎起来的光景 紫娟恐怕她出来听见 便拉了血焰摇摇手 往里望望 不见动静 才又悄悄地问道 她到底怎么说呢 血焰道 琴儿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里 去道谢吗 三姑娘不在屋里 只有代叔在那里 大家坐着 无意中收起宝二爷的淘气来 她说宝二爷怎么好 只会玩 全部像大人的样子 已经说清了 还是这么呆头呆脑 我问她定了没有 她说是定了 是个什么王大爷做美的 那王大爷是东府里的亲戚 所以也不用打听 一说就成了 子娟侧着头想了一想 这句话奇 又问道 怎么家里没有人说起 血焰道 代叔也说是老太太的意思 若一说起 恐怕宝玉野了心 所以都不提起 代叔告诉了我 又盯住千万不可漏风 说出来 只倒是我多罪 把手往里一指 所以 她面前也不提 今日是你问起 我不犯蛮你 正说到这里 只听鹦鹉叫唤 学着说 姑娘回来了 快打茶来 快打茶来 倒把子娟血焰吓了一跳 回头并不见有人 便骂了鹦鹉一声 走进屋内 只见黛玉 喘吁吁地 刚坐在椅子上 子娟搭讪着 吻茶问水 黛玉问道 你们两个哪里去了 再叫不出一个人来 说着便走到炕边 将身子一歪 仍旧倒在炕上 往里躺下 就把杖子撩下 子娟血焰答应出去 她两个心里 疑惑方才的话 只怕被她听了去了 只好大家不提 谁知大狱一腔心事 又且听了子娟血焰的话 虽不很明白 已听得了七八分 如同江山 溜在大海里一般 思前想后 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衬 千仇万恨 堆上心来 左右打算 不如早些死了 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 那时反倒无趣 又想到自己 没了爹娘的苦 自今以后 把身子一天一天地 糟蹋起来 一年半载 少不得 深蹬清静 打定了主意 背也不盖 衣也不天 竟是合眼装睡 子娟和雪焰来伺候几次 不见动静 又不好叫唤 晚饭都不吃 点灯以后 子娟掀开杖子 见已睡着了 被窝都蹬在脚后 怕她着了梁 轻轻拿来盖上 待遇也不动 单待她出去 仍然退下 那子娟只管问雪焰 今儿的话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怎么不真 带叔怎么知道的 是小红那里听来的 跑里咱们说话 只怕姑娘听见了 你看刚才的神情 大有缘故 今日以后 咱们倒别提这件事了 说着 两个人也收拾药说 子娟进来看时 只见带玉被窝 又蹬下来 傅又给她轻轻盖上 一宿顽景不提 次日 待遇清早起来 也不叫人 独自一个呆呆地坐着 子娟醒来 看见待遇已起 便惊问道 姑娘怎么这样走 可不是 睡得早 所以醒得早 子娟连忙起来 叫醒雪焰 伺候舒喜 那待遇对着镜子 只管呆呆地自看 看了一回 那泪珠 段段连连 早已湿透了罗帕 正是 寿影正临 春水照 清须连我 我连清 子娟在旁也不敢劝 只怕倒把闲话 勾引旧恨来 吃了好一会儿 黛玉才随便梳洗了 那眼中泪字 终是不甘 又自作了一会儿 叫子娟道 把葬香点上 姑娘 你睡也没睡得几时 如何点香 不是要写金 黛玉点点头 子娟道 姑娘今日 今日醒得太早 这会儿子又写金 只怕太老神了吧 不怕 早完了早好 况且 我也并不是未经 倒借着写字 解解门 以后 你们见了我的自己 就算见了我的面了 说着那泪直流下来 子娟听了这话 不但不能再劝 连自己也长不住 滴下泪来 原来黛玉立定主意 自此以后 有一糟蹋身子 茶饭无心 每日渐渐下来 宝玉下学时 也常抽空问候 只是黛玉 虽有万千言语 自知年纪已大 又不便四小时 可以柔情挑逗 所以满腔心事 只是说不出来 宝玉欲将食言安慰 又恐黛玉声称 反天并正 两个人见了面 只得用福言劝慰 真真是亲急反书了 那黛玉 虽有贾母王夫人等体恤 不过请医调治 只说黛玉肠病 哪里知她的心病 子娟等 虽知其意 也不敢说 从此一天一天地减 到半月之后 肠胃日薄 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 黛玉日间听见的话 都似宝玉取亲的话 看见怡红院中的人 无论上下 也像宝玉取亲的光景 薛姨妈来看 黛玉不见宝钗 越发起疑心 索性不要人来看望 也不肯吃药 只要宿死 睡梦之中 常听见有人叫宝儿奶奶的 一片疑心 净成蛇影 一日净是绝利 周也不喝 奄奄一奄一息 垂臂殆尽 未知黛玉性命如何 且看下回分间